大家好,欢迎来到今天的秘分财富早报 我是今天主播Zoe 以及我们的助理分师团队成员Oliver 美股下挫,技术股跌幅较大 美国股市周四下跌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.7%至13879点 为2020年9月以来跌幅最大的一天 标普500指数创下近一年来跌幅最大一天 下跌2.4%至4477点 科技股跌幅较大 道琼斯工业平指数下跌1.4%至35111点 脸书母公司Meta市值缩水超过2500亿美元 创美股单日历史记录 创始人扎克伯格财富蒸发240亿美元 Facebook母公司Meta Platforms股价 周四暴跌27% 市值缩水超过2500亿美元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的个人财富 暴跌约240亿美元 他承认Meta正面临着激烈竞争 尤其是来自视频共享应用TikTok的竞争 此前该公司公布了令人失望的收益 给出了皮弱的指引 并表示用户增长停滞不前 每股收益为3.67美元 不及预期的3.84美元 Facebook表示 第一季度的收入将在270亿美元至290亿美元之间 而分析师预期交售额为301.51美元 英国央行自2004年以来首次连续加息 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周四英格兰银行自2004年以来首次连续加息 并开始了量化紧缩进程 由于需要遏制飙升的通胀 主要银行利率提高至0.5% 欧洲方面 尽管通货膨胀率创历史新高 19个成员国的通胀率逐月攀升 1月份达到创纪录的5.1% 欧洲央行周四表示 仍维持主要利率不变 基准再融资利率保持在0% 编辑贷款利率保持在0.25% 存款利率保持在-0.5% 下面是美股排行榜 涨幅榜第一名IT公司DXC 上涨13.8% 第二名无线通讯公司TMUS 上涨10.2% 第三名医疗保健公司HUM 上涨6.2% 涨幅榜第一名社交平台Meta 下跌26.4% 水技术公司XYL下跌12% 技术设备供应商PURVO下跌10.3% 土耳其通胀接近50% 创20年新高 周二公布的国家数据显示 土耳其的通胀率已飙升至48.7%的 20年高位 一月份消费品价格较上月飙升11% 美国油价自2014年以来首次突破90美元每桶 原因是对石油产品的需求激增 而供应仍然受到限制 美国石油基准西德克萨斯中制原油期货 上涨超过2% 交易价格高达每桶90.23美元 石油巨头壳牌报告去年盈利增至193亿美元 提高分红回购股票 该公司周四公布全年利润大幅上升 超过分析师预期 公布的2021年全年调整后收益为192.9亿美元 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的调整后收益为64亿美元 芯片商高通销售增长30% 收入和盈利超预期 高通周三公布了第一季度收益 超过了分析师预期 并为其第二采季提供了强劲指引 高通股价在周四仍下跌5% 最后是大宗商品价格 原油最新价格为90.1美元 上涨2.07% 天然气价格为4.927美元 下跌10.43% 个燃料钮价格为43.8美元 下跌0.23% 煤炭价格为216美元 下跌1.82% 黄金价格为1805.08美元 下跌0.08% 铜价格为4.471美元 下跌0.56% 田矿石价格为144.74美元 上涨3.08% 以上是我们的信息来源 密封财富 智慧理财 全球精选 私人定制 加以长青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